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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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是站在省信旁局门前 人数能够有千人以内 大家拿着过棋 喊着口号 文头还钱 政府应该是积极协助老百姓把钱要回来 好多人不是说的欠一万两万 有的是好几十万 有的是倾家荡产 把钱都相信了文头 因为文头这一年省市领导对他们也很重视 很多活动都是领导都参与 而且大街小巷的宣传 电视台广播电台都一再的广播 所以老百姓非常相传 吉林省相对而言是比较平稳的 比较安静团结的 但是现在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百姓确实是按捺不住自己心里的愤怒 等于伤当受骗 把这钱借给了他们 而且是为了扶持吉林的经济发展 没想到最后钱都被他们都拐跑 这件事确实老百姓无法接受 今天来了很多很多人 省市领导应该引起重视 这是老百姓的呼声 看看人很多很多 我照一下这人 把时候照一下 现在大概千人以内吧 因为省内各地的 参与借钱的这些老百姓 都纷纷从外地赶回来了 他们有的是在职人员 为了要了自己的血汗钱 不惜放弃工作 瓦乐年都跟大卫请假来的 坚决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要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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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